好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小分享吧 首先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大家的背景 大家 刚才有一个同学说他是会计专业的 那我想问一下其他同学就是说现在是在学习还是在准备找工作 还是说这个实习状态还是说想换工作 大家可以瞧在公屏上我来看看大家都是怎样的 都在上学是本科吗 大家都是本科还是master 好 那么本科本科都是商科的对吧 应该今天来的总没有是it的吧 总没有it的同学吧 都是商科finance还有会计对吧 commerce ok 看来大家都是本科居多 ok 那我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吧 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我对金融证书的一个分享 我是现在是NBA 然后我1718年在新南读的金融分析硕士 2012年到2016年是山东大学的金融学学士 然后我在19年的时候是CFA到二级通过 然后我现在目前已经是5年的从业经验 9年的证券市场经验 等于说等于说我是刚毕业之后 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就开始了一个金融的工作 然后在16年到17年的时候是中性保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华北大区的渠道销售经理 然后同时完成了CFA一级 然后17年到18年的时候我就来澳洲读书了 同时我跟挺多学霸有些不一样 因为我喜欢是实战牌 而且我已经是在国内工作过了 我是一直给自己比较大的一个动力去工作 我觉得工作上学到的东西不比学校里学的少 所以说我不仅是在学习 然后一来澳洲基本上就是直接开始投简历找工作 然后当时我看澳洲金融环境跟中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因为澳洲的老外的金融公司 还是比如说像这边做的比较好的大的券商 比尔波特和麦库里奔克 然后这个摩根摩根斯塔利 他们都是需要包括实习都是需要citizen或者PR优先 所以我就找了华人公司 华人公司这边是黑沃斯group是管地是做地产基金的 然后19年到2020年 是相当于说是自己组建了一个团队来去做一个公司的基金经理 包括前中后台和我的合伙人一起 我们都去做做这些整件事情 包括整个品牌的建立发基金产品 而这个公司呢比较特殊 它是因为在15年之前是存老外运营的 然后呢运营之后状况不太好 但是这张牌照非常非常好 然后呢我说19年的时候加入了这个团队 去做了整一个公司的这一个运营 然后包括这个基金的发行啊 然后前期各种的法律啊合规啊 所以说是事无巨系 从比如说销售啊marketing啊到中后台 人力啊财务啊包括中中台基金产品基金策略的制定啊 都是基本上是我跟我的一个合伙人两个人来完成的 然后同时我在19年啊 其实是这个是加入公司之前 19年之前是完成了CFL 然后2020年呢 呃我觉得这个呃澳洲 呃我在工作期间吧 我发现澳洲其实比较缺乏的是投赢团队 因为澳洲老外的基金经理也好 还有一些所谓的市场上的financial planner也好 呃大家都是比较倾向于buy and hold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买这个股票或者买这个债券 我就放在那我不会去做交易 然后或者呢我为了打安全牌 我就去交易一些银行这些板块啊 这是在澳洲哈 然后呢呃同时整个金融市场也是非常的火热 从2010年这个呃疫情以来 然后呃包括国内的啊基金热 美股呢凯斯呃凯斯呃这一个基金经理啊 这一个基金公司方舟基金方舟资本啊 也是非常的热 然后美股呃电动车对不对新能源啊 也是非常的热 然后在澳洲呢其实像阿伯特佩呃 Kogan这些呃顶流的科技板块也是非常的热 所以说呢我从2010年开始组建了 skillism投研团队 然后呢我们的呃就是我把我自己从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呃 什么都得管的一个角色中抽出来啊去做专门的非常专业的事情 呃主要是就是投资和研究嘛投研方向就是发达国家的澳洲市场 比如说呃美国日本澳洲呃新加坡呃韩国英国呃这些发达国家的澳洲市场的优质的这些行业啊个股啊 然后我也会去做一些呃大类资产配置啊 然后还有一些为一些公司做投资策略的定制 因为每公司他可能管理规模不一样 然后呢20202021年呢呃同时呃我也是兼任这个教人学院金融方面的导师 啊然后呃目前的话我们团队因为我呃哎呀我怎么少写了一个万呢 OK目前我们是管理呃超过500万美元等值的一个资产啊 主要分布在呃美国香港和这个澳洲目前来说OK那我我自己介绍完了 然后好那我就慢慢讲好吧那我就解决大家的这个呃问题 然后我们从呃金融行业整个的金融行业来讲金融行业分分什么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你要你想去做的是哪一块是不是 我讲的都是比较general的内容哈如果有特别specific比如说呃我就是想去呃中国的某某某某公司 或者说呃新加坡或者说香港那么我们到会来私聊哈我讲的是全世界范围内比较general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有的啊这些金融行业 那么首先啊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银行吧银行那在澳洲有四大银行在国内也是工农建信啊四大银行 那么银行里面有什么部门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银行分为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做的是第一个是公司业务公司业务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的公司啊然后来找你去做那不是我们去柜台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个人去柜台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因为公司涉及到的是公司的银行公司的银行开户啊贷啊贷款啊这些然后资产的托管啊比如说我有固定资产我想要给银行啊代为保管或者说我有笔货款希望代为保管 然后呢这样的话啊银行就能给我提供担保第三投资银行比如说我公司有了多的头寸啊啊银行帮我来去找到啊找到地方投资或者说我去啊比如说我公司要上市啊银行啊这个我公司要发债啊银行来帮我去卖这个债 然后第四交易银行就是说我这边比如说我的公司是在场外交易的OTC市场 啊OTC啊那那么银行就能帮我去做这个交易这个公司的股票那不是所有公司上市啊都是去一个流通的二级市场比如说还有中国还有新四版不只是只有新三版还有这个创业版主版然后科创版这些还有四版市场啊那么我们就线下交易股票那么也要去用到银行然后呢国际那就是比如说我公司有海外的员工啊之类的那金融市场第二部分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这样比如说我的银行啊呃我同业之间同行之间我想拆借一些钱啊对不对因为有很多银行都是呃都是国际的银行比如说呃汇丰银行我今天我的这边客户要一笔大量的这个美元但是呢我一下子掉不过来我就跟比如说旁边的花旗银行啊我给你一个我给你一个呃这个合同然后呢你今天借我这些钱 同时呢啊我会把我的人民币比如说或者把我的人民币先给你然后呢你先给我一个澳币然后呃先给我一个美元然后我明天啊再把美元还给你这就涉及到一个同业拆借的利率这也是同业银同业银行啊然后第三个个人业务个人业务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柜台业务啊 啊比如说搬卖信用卡啊然后个人的存储啊啊然后还有贷款啊那我们如果说这个储蓄金额或者说一个资产比较多的那会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就会有一个私行的经理来给你一对一的服务啊第三啊第四个然后就分控啊每一个金融公司都会有他的分控部门分控部门的话主要就是一些合规和法务然后银行比较特殊还有一个受信审批 就他会查你的信用然后会给你批一些信用卡的额度可以给你看你的贷款是不是可以能批得出来 然后之后还有运营运营的话就是来对对账啊来看看你这呃这个账面是不是和我的这一个呃和我寄的账和我的现金是不是匹配的上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行政每公司都有都会有这个后台行政办公室就是负责一些杂事啊然后财务部的话就是做好整个银行支行或者说总行 那这一个呃财务报表hr就招聘it就是维护后台的这一些系统然后机查部机查部的话就是一个查有没有贪污漏税啊这些然后资产管理资产资产负债管理部呃是这样的银行每个公司呃都会有一些就是管理自己的这个资产或者管理自己的负债负债的话我可以去比如说我一个银行欠了太多钱我可以但是呢我会还利息啊我银行一直能生钱 我可以找别的银行或者别的金融机构来把我的整个债给买去然后我付他利息等于说也是一种变相的贷款吧银行的贷款啊这是一般的商业银行是我们比较最熟悉的一些银行比如说这些四大银行对吧我们都熟悉的那有一些呃政策性银行的是怎么样的政策性银行还是这比较偏中国特色 中国现在主要有三种三个啊政策性政策性银行那主要是用于就是对啊财政政策的一个弥补比如说中国进出口银行那么去调节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些进出口的贸易顺差或者逆差我会我需要去调节啊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进出口啊比如说逆差过于大了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个进出口银行啊来去做好一些这个外汇的储备工作 然后第二个是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呃也是也是针对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吧呃就是说我这个银行我我这个银行里的所有的钱都会用于国家的开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一些三四线城市然后呢或者说一些扶贫工作呃我是要去动用国家的资金那么我们国家资金的这个渠道就是从通道就是从国家开发银行的手上呃去下放给 各个乡镇啊各个三四千城市这样还有一些呃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募集其资金的或者说一些银行的比如说比如说贵州呃我记得去年贵州有两两次的这个债券暴雷事件都是国家开发银行来来 搂底的就是说他的债地方政府债还不上了那国家把你的债去买去了 然后第三个农业发展银行啊农业发展银行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发展农业去呃下放的一些资金会到这个银行里去 然后呢那么我们读商科的小伙伴们应该是最觉得神奇的啊最最向往的啊应该是投资银行了吧投资银行简称投行然后是那么是做什么呢 那顾名思义就是投资业务投资业务呢分为什么一个是帮着别的公司上市包括股票啊债券啊然后这里面投资银行我下面还会讲所以说我先呃看看有什么公司是或者说有什么部门会涉及到这部分业务专门做投资银行的呢有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啊等等还有大摩啊这些在澳洲有Bell Porter啊有这个Mercury Bank啊在中国有中兴证券 中金证券等等的国泰军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我刚说了商业银行的金融市场部也会涉及到这个业务他会去发一些啊他会去发一些这个债券啊啊来帮来帮助这个公司运转 因为银行不可能说我只给你贷款然后我所有的钱都出去那别人债在这边我也是需要去找到别的别的人来买这样我的银行才能啊进出这个收支平衡 然后外资银行有环球金融部啊他会去发一些国际的债啊比如说中资美元债啊这些 然后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部这就是我们呃最熟悉的了就是说呃中信中金的这些投行部 然后这是银行所有的东西啊然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一股脑的去卖保险啊 当然前台销售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然后中台呢我们有两核两核业务一个是核保一个是核赔啊一个是核核啊 审核你的这个保险额啊然后我在审核我该赔你的多少钱然后精算业务精算业务就是算啊我这个你今年这辆车或者这个房子的保费到底是多少呢 或者你这个厂呢啊保费到底是多少我就使劲在那有精算师在那算然后中台还有自己的这个财财务部门合规审计后台的话我会有一些服务性部门 比如说HRIT啊这就跟银行比较像了那么我们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的话就会有一个经济业务部门OK经济业务的话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前台的这个销售啊或者投资顾问啊呃是来帮你开户的 然后还有我们会去卖一些卖方的行业行业研究报告啊也是通过经济部门去卖给别的公司 然后证券有证券公司还有自营的业务和自营和资产管理部门啊证券公司非常赚钱啊他们自己赚来的钱放到哪了呢 放到资产管理部和自和自营资产管理部里面啊这两个啊有的公司叫法不一样其实是一个啊 就是说管理我自己的证券公司赚的钱就是帮公司炒股啊有没有人想去做啊就是帮公司炒股 这需要其实非常非常高的经验因为有的呃经营经理啊小的新人来拿散户开刀的或者说自己业务不熟悉的还是比较多的 但通常能管理到证券公司的自有资产的啊起码是需要十年以上经验吧或者说业绩十分十分突出 OK这边还会涉及到一个投资分析部投资分析部就是说来辅辅助啊资产管理部门去做投资的就是说我专门去做一个分析 然后我会告诉你哪个这个行业里面哪些票哪些股票或者哪些资产是比较适合在现在投资的 当然了最终决定还是由资产管理部啊资产管理的这一个经理来去做做出决定 OK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投行这些公司的投行部门他是做什么的 他核心业务就是证券的成销与经济证券的不只是这个股票还有这个债券啊这些 然后啊大额存单啊这些他都会去在啊投资银行部门去去啊给他去做一个呃成销 就是说我帮你去销售啊然后还有经济经济业务就是说呃等于说我帮你去找到人来买 然后企业融资比如说我的公司想去呃发债券来融资啊那么我的投行部门就会来帮你做 然后公司会去做一些并购兼并和收购啊呃那么我就会去 给你一个估值给你一个呃辅导然后让你比较有信心的去做这些去去收购或者说被收购 然后投行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业务因为呃投行其实他是接触这整个金融市场其实是最直接的窗口 然后呢他能看到啊我的什么公司有什么样的发展啊他能得到第一手信息 所以说他投行有个非常赚钱的业务就是行业研究业务 行业研究我去写一些行业研究报告然后这些呢我们其实网上现在也能收得到一些啊 但不会是呃非常的up to date的会非常的不是说实时更新的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啊几个月以前啊啊 这些报告这些行业研究的报告然后我会去卖给一些基金公司卖给其他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中信的报告啊中金的报告还有中营国际的报告就会非常的有价值 那放映世界范围呢呃高盛摩根斯坦利这些基本上还有美林他们基本上说我说一基本上那些小喽啰基本上呃不会跟我逆着来啊 当然了也是他们一个行业的领头羊地位也是他们一个行业研究呃非做得非常到位因为他们有第一手信息嘛啊然后第二是有偿信息服务 比如说我要去呃这我要我要去查一些公司的一些非常呃隐私的一些信息或者说非常在市场上基本你查不到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就要通过投资银行部门又另向咨询公司然后呢重组清算呃我的公司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公司破产了比如说海航呃海航大家海航集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海航的话呢就是中金来帮他做一个重组清算 然后呢呃做一个破产清算然后再给他去做一个重组因为他即使破产他还有很多很多资产那么看有没有公司来帮他收购然后重组来改建来改造这个公司啊第四块业务就是有点像咨询公司的一个咨询业务啊后面我就稍微讲快一点了公基金的话就分为这个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啊公募基金的话啊这些业务其实跟保险啊跟证券还是比较像的基金嘛就是买方 啊我基本上是为我的投资部和研究部去做服务的所有的业务都是为了为了让投资部和研究部的这个效率最高啊我只买资产我是不去卖这个资产的卖的话我不是我不是卖资产我是呃我是卖基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募资啊其实也不是一个卖也不是一个卖产品啊我只是为了我这个基金去做一个募资 那么普通的比如说我们啊我们想去买一个基金那就是啊我们可能通过支付宝啊但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说支付宝只是收取一些啊渠道的佣金可能不到一个可能是在一个千分之三左右吧其他所有的钱基本上都是啊会到这个基金公司去的 等于说到你的这个基金账户里对吧这是公募基金公募基金跟私募基金的区别是公募基金可以啊公开的去宣传公开的去售卖 而私募基金的话只能向特定投资者什么叫特定投资者呢 在中国的话是呃三百万三百万以上通常是三百万哈有的小的资目基金的话是同意你是呃一百万以上起起头啊有这么多钱 然后或者说证明你自己是一个呃高净值投资者或者说呃你有非常呃非常强的一个赚钱的能力 那么评估了你的风险之后我才能够去跟你宣传 我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比如说呃比如说今日心里啊 啊比如说这个呃公开的一些媒体上面去宣传我的产品啊 大家也不会再看到也不会在支付宝上看到有私募基金的任何一款产品 然后信托呢有点像基金他也是买方但是呢他跟基金的不一样 就是说基金他大多数都是一个我们叫做呃标准标的的产品啊 然后信托的话他很多是一些非标啊非标准标的的产品啊 他是什么都可以当做信托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们几个朋友建了一个信托我们是去买房的 ok那我是房地产信托 然后我们去呃买一些呃小公司的那么我们呃是股权信托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是为了避税的那我也也可以建一个信托 啊然后我们一家人比如说呃有几口人五六口人 然后呢有一些人收入比较低有些人收入比较高 那么我们在信托里面再进行我我赚的钱或者是我的财产的一个再分配重分配把一些 啊把一些这个把一些就是低收入的一些人的啊工资去给他加高 那么高收入的人高高收入的家庭成员去把他的收入啊降低 这样呢就符合一个减税的一个目标 同学在私募基金里看比较感感兴趣啊 那私募基金其实是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就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啊 还有一些专门去投这个宝宝轮的一些叫做宝宝投资啊 然后还有一些呃还有就是做专门是做二级市场的比如说我们做一做一些期货 这边有叫呃CTA策略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策略可能公募里面没办法满足 因为他会用到一些高杠杆在公募是呃需要这个证监会来审核的 而私募基金发行的话只需要这个基金业协会来审核会会宽很多 所以说他会有一些高杠杆会在私募基金里去做 这会这个公募基金会不太一样因为公募基金普遍的这个风险系数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其他的就是说呃金融相关的领域吧呃互联网金融啊 这个是中国的比较中国特色的一些企业啊 银点支付宝快钱财富通还有美国的配配啊 还有现在澳洲的这些after pay啊 但是after pay的那个就是他的他的贝斯啊 他的这个就是他的怎么说呢 他的背后的工程师好像都是在上海的吧 然后after pay啊 这些zip啊这些比较fintech的一些公司涉及支付的呀 这些都是现在还是呃需要的人才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还有这个蚂蚁金服啊 还有京东的金融啊啊很多同学啊澳洲回去的同学会去这些公司任职 因为他们其实要拓展海外业务 他现在需要的这个啊复合型人才或者说呃懂英文的人会比较多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金融服务公司 就是为整个金融的这个呃运转去做服务的 第一就是交易所呃中国有呃上海交易所 深圳交易所 澳洲有这个呃 australia stock exchange 澳交所呃美国有呃 美国就有很多交易所是吧 然后律所 律所的话就是呃 比如说你要上市啊要写合同啊 比如说呃我要对这个审计报告去做一个负责啊 我都是要律师来签字的 然后会计事务所比如说我你要去上市 上市的话那我整个公司要做财务报表啊 要五年之内的财务报表来看来进行审计 是不是你的这些内部的会计都做的是呃对的账 对不对然后那么我就来去这个看你符不符合上市的这个标准 然后这边我也是要签字的还有一些资产评估机构啊 这就涉及了呃比如说呃有一部分是呃评估这一个公司的 公司内部的那个固定资产 有一部分是评估呃公司的这个呃无形资产 呃来看这个公司到底是值多少钱有一个 或者说公司的设备公司的这一个价值是多少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 然后呃这可能是这个投行内部的人也可以也可能是专门的这个资产评估机构 还有信用评级机构这主要是呃针对这个债来说 呃债还有一些公司呃他会 会有会有这个机构专门去做一个信用的评级 那么三个A就是最好的啊评级的这个机构啊 我们看到这个债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三个A啊 从三个A到到三个C啊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评级 像澳洲的这个政府主权债是一个呃 双A的评级也是非常高了啊 现在是调到了呃 A向到了现在是调到了这个单A啊 和美国一样 因为今年印钱还是比较多的 那通常政府的信用更好 或者说这个债的信用更好啊 评级就会高一些 那么他所提供的这一个收益率也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ok 这些就是呃 其实算是今天不太相关的主题啊 我稍微简短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呃 我们职业的细分吧 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 那大家有个了解哈 大家之后如果说对这个职业啊 有什么想要有更多的这一个呃 问题的话嗯可以跟我联系 或者说跟这个呃小花联系啊 教人教人学院的联系都可以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沟通啊 就是简单的咨询都都没问题 或者简单的问一些问题啊 聊一聊啊啊都没问题啊 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来讲这个证书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 我们讲了那么多行业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证书都有哪一些 那我今天肯定是重点讲CFA 为什么呢 因为CFA其实是金融第一考 是金融的呃 金融行业里面最最实用的 然后涵盖面最广的一个证书 那么CFA我等会儿会细讲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呃别的证啊 有什么用哈 那刚才有会计的同学 他如果说你想从事会计的呃 比如说公司会计啊 或者说会计事务所啊呃 那么你会你需要考的证 可能是要涉及到CPA 啊澳洲的CPA就叫CPA 英国的呃 英国的这个快呃注册快递实证就要CA 然后 美国的ACCA 然后中国的CPA China 里面其实最难考的呃 我的朋友们跟我反映 基本上是这个中国的CPA 其实是最难考的 因为他寄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他就像考法律一样啊 然后呢呃 这里面比较特殊的是呃 就是在澳洲 在澳洲在美国的话 从事金融的话 就不是从事会计 从事还是偏金融一些的岗位 基本上都是 考的是CFA居多 而在中国的话 因为中国这个整个上市是用的是这个呃 审批制 审批制需要涉及的这个会计的方面的 还是偏多一些 所以说在中国我们能看到就是说投行部 其实他们只要求呃 你最好是有这个CPA证的呃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像在澳洲的话 在美国基本上都是CFA呃 要求的多一些 然后这边有个证书叫FM 呃 这是呃 金融风险管理证 风险管理师 呃 他就比较 他也是一个呃 金融行 金融金融学生 金融考生们 呃 就是比较会去考的一个证 呃 他呢 他呢 怎么说呢 他呢 着重是管理这个金融风险 所以说他呢 基本上是适合一些学生呃 专门是想去做这个合规啊 法务啊 这些部门 然后他会去考啊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啊 精算师证 精算师证分为的是北美和英国两个体系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澳洲跟中国 其实他要的精算师都比较少啊 像精算这个精算师啊 在澳洲都是这个技术移民 而热门每年空缺特别多 每年空缺好像1000多个吧 但是据了解 行业内部总共需要精算师的 在澳洲可能不超过200个人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可能就是设计移民的移民专业的 呃 也不了解这个行业吧 虽然精算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一个证 呃 在澳洲主要是一个是 都有吧 在澳洲我记得这个 麦康瑞 University用的是北美的体系 然后好像也有也有大学用的是英国的体系 看每个大学教的教的怎么样 他主要是进保险行业啊的精算部门 刚才那个也给大家看了 然后第四个就是RG146啊 还有这个基金从业资格证 很多同学没有这个啊 没有就业过啊 没有去实习 或者说没有进入金融行业过 就不知道RG146是什么 其实说白了就是 澳洲的金融从业资格证 啊有了这个东西 有了这个证书 你才能呃正当的在金融行业工作 啊它是一个最低级的门槛 但也大概可能需要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啊 呃 对它分为两级 然后呢大多数人基本上用了一级 一级是比较general的内容 二级的话看你从事呃 什么部门 比如说你是保险业务的 你就去考保险的那一级 OK 然后还有啊中国的中国的这个从业资格证就特别的五花八门了 你从事什么就去考什么啊 有基金证券保险 银行期货从业资格证都有 然后美国的啊 从业资格证是什么的啊 那那就绕回来了 美国的华尔街从业资格证 那至少就是CFA的一级 你有了CFA的一级 你才能去去到美国的从事金融行业工作 好 那么我们就重点的来讲一下啊 CFA的内容 就到目前为止 呃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说我讲太快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可以随时在这个评估上面啊 我会直接回答哈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CFA的 呃 CFA的证书 有没有同学不了解CFA是什么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没有 好 那我直接讲吧 那CFA是什么呢 CFA啊 全称就是在中国就叫这个特取金融分析师 他呢 他呢跟别的证书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别证书可能就是说我是强行要求你有这样一个证书 而CFA的话啊 他focus是在这个投资分析和你做决策上面 等于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证书啊 他不是为了去 大多数人的不是为了去得到这个证书啊 去考这个证的 而是说我真的是说我需要他所给我带来的一些知识 然后给我带来的学习能力 给我带来的非常实用的价值 然后CFA呢在全世界有大概啊超过15万个这个证书的这个呃 呃持牌人持有人 然后在中国呢其实是不超过1万个人的啊 然后呢 他是啊真的是用的是去呃真实的分析分析的技巧啊 加上一些非常有科技手法的一些呃竞争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呃非常高标准的一些标准 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些标准啊来去制定这个考试 然后呃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他对于全世界3万1000家的这个投资公司进行了啊 这一个标准的呃采纳 然后主要是去问这个别的公司 那么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啊 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那么我我的这个考纲我的考试就会往那边发展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说呃17年到18年的考纲里面加入了一个fintech啊 也是现在非常火的加入了fintech的一个呃考纲考点 考过CFA的同学呢都会知道就是说那你基本上我我在简历上面写一个 我是CFA二级啊CFA呃或者说CFA三级通过 哦那大家基本上不会来问你呃就是说面试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来问你比如说呃一些公式啊一些那个你的分析方法 因为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从事很久的人大家都知道就是考完CFA基本上 就是证明了你对一个呃金融金融的所有的基础知识啊是掌握的非常非常扎实的没有必要回来考你这些方面更多是考一些别的呃你的沟通啊你的情商啊之类的一些东西了 因为大家考过真的是都知道非常非常难去考这个证书 那当然一级是比较比较简单啊比较就是他只是呃我说的难呢他只是说他涵盖的面是非常非常的广 他的广度非常的大那深度呢一级呃等于说几乎没有呃只能这样说点到为止 而二级的话呃会慢慢的开始一些分析三级的话就是真的是非常难全都是写的是短文用短文回答 这我们之后再讲 那比如说我这边截取了一个呃一个公司呃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投资分析师的岗位吧 然后我在这个上面找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他要求的是呃 啊一些基础的一些这个建模啊这个软件啊还有一些个人的个人的这个呃性格啊对于工作的负责态度啊 然后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在最后的话他是呃要求有三年的呃投资的岗位的经验呃 然后会通常会加上这一句那CFA 呃因为其实在金融分析的这个岗位没什么比CFA 呃对你来就是就是让别人更能认同你的吧 呃因为你的十年的工作经验你可能说比如说你有十年的工作经验 呃或者说五年的工作经验那么刚好市场是个牛市啊 然后呢发现哦你的这个业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但一到熊市你就不行了啊 那么可能说你这个人是顺水推舟来的啊 是不是你是刚好踩上了这一波车上来的啊 当然这个track record的这个投资业绩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量标准 但是真正呃可能证明你的基础的这个扎实的分析能力 或者投资能力的还是CFA的所带来的一些呃真真实实的一些理论知识吧 因为有了这些理论知识我们才能应用到呃实际的这一个工作中 那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选择CFA来考呢 不是选择别的证书或者说呃或者说是呃 先去工作啊或者说这个我就不考这个证CFA能带来什么 那CFA很多同学是为了这个职业的发展 然后来考的或者说换一个职业 比如说刚才有会计的同学啊 我会想着说之后去做一些偏金融的工作 因为会计嘛还是呃会比较 可能做的事情还是比较严谨 稍微有一些枯燥吧 跟金融金融相比的话 他需要更多的是为人的认真对不对 然后他会去做一些职业职业新的这个变更 然后会来考这个CFA 呃我也认识挺多的在澳洲的这个financial planner 因为澳洲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会计来留下来的嘛 他们最后都会去跑到偏向这个啊 financial planner或者financial advisor 或者金融公司的岗位去工作 呃因为很多用会计来留下来的人都是非常非常优秀 他可能逼不得已最中最开始选择了会计 而澳洲的会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他可能更想在金融方面有一个垂直的一个职业发展 所以说他会去考到CFA这样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啊 让客户和自己的同事还有领导啊 让这些这个同行来认同 我刚已经说了CFA其实非常啊面非常大的 如果一个人有那么多的这个学习的时间 啊有那么多学习的时间来来考这个证的话 证明自己整个的啊时间管理啊 时间管理大师什么时间管理 还有一个自己的啊对于这个职业的发展 对于人生的规划都是非常非常的呃清晰的 那么公司和客户其实都会更认同一些 然后第三个就是知识的拓展 那我刚才说了CFA其实广度是非常广的 他对课程的时候啊第四个就挑战自己啊 有没有同学专门为了挑战自己去考一个证书 我相信也是有的啊 那么CFA考完之后啊适合去做哪一些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CFA官网统计的 就是说持有CFA持证人啊 他现在做的是什么什么岗位 那最多的23%他就是portfolio manager 他是啊类似基金经理啊 或者说投资组合经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或者资管经理啊 16%是research analyst啊 他是一个行业研究分析 或者说投研啊投资研究分析 然后呢有7%是高管啊 有7%是做咨询岗位 有6%是risk manager啊风险管理 有5%是啊公司财务分析师 那这也是类似咨询了啊偏基本面一些 有5%是financial advisor 就是给人推荐股票帮人制定投资策略的 然后有5%是relationship manager 这有点像偏销售啊 那么为什么销售都会去考CFA呢 因为我真的什么知识都掌握了客户所有的问题 一来我直接给客户来一个啊非常完美的答案 让客服让客户心服口服啊对不对 然后啊又让客户客户信任我了呢 又让客户明白投资的道理啊 当然是对于这个工作是事半功倍的 那很多啊为什么卖保险呢 现在都已经活不下去了啊 就是因为专业的人太多了 卖保险的那些初中生高中生啊 出来卖保险一夜暴富的神话已经过去了啊 现在现在国内这个呃本数啊都已经不值钱了 硕士都不值钱了是不是啊 起码是985起啊 那么呃可能弥补这个工学呃学校学习中有一些没有面面俱到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就用CFA的学习来弥补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考这个CFA呢 在我看来当然是越早越好 为什么越早越好 因为他每年的这个呃肯定是越来越难的嘛 因为人才越来越多啊 然后每年的这个考纲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啊 然后当然在我们学学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啊拿着的父母给的钱在这好好学习啊 对不对现在可能是在这或者在国内好好上网课 那么我们又没办法去呃完完整整的去实习 也可能然后也没有完也没有办法去呃做一些别的创业啊 之类的还是比较耗时间的事情 那么我们呃在学习生涯中就尽可能让自己更多的充实自己吧 让自己在学习的时间呃有更多的时间去真正用于学习的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现在都没有参与过工作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你更多的是想怎么样在工作中呃 赋予更多的时间 然后把工作做得更好 那时候去考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非常非常的呃很难嘛 因为年龄更大了 那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家庭啊呃找对象啊 是吧 还有一些别的因素 所以说肯定是年龄越大越不好考证的 然后第四点是考试的难度也在每年的增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怎么样才能去考这个CFA呢 那首先啊啊很多这个大一的学生那就肯定是不行了 因为这个官方其实是说啊第一你如果是本科的最后一年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朋友中啊呃还有其实因为在澳洲吧 就是呃总共是三年的本科吧 如果你不读这个owner的话呃如果是大二开始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考了啊 但是呢在官网报名的时候就是需要去选择自己是在大四或者大三 或者反正是final year啊 然后你就可以去考了这个官方不会去查你 所以尽早开始吧对吧 然后第二点呢第二个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一个呃比如说专科生啊 你不是本科学历啊啊或者读职业类的 但是你有四超过四年的工作经验啊 也是允许考的第三点呢就是官方认可的一些呃你你非常专业的 比如说你已经做了非常久的这个呃个人的投资啊 然后受到官方的这个呃认可你也可以去考啊 然后呢呃怎么样辞证呢就是考完三级 CFA是有三级的呃然后下面我们会讲三级有什么不同 然后这个考完三级之后呢他需要你有48个月就是说四年的完完 CFA的证CFA的知识点来帮助我开奶茶店 那官方肯定是不会让你拿证的是吧啊 那你就申诉去吧好吧 然后呢最后呢 48小48个月之后 那么我就变成了这个CFA的member 然后就交钱每年就交会费就行了 你就是CFA持证人了 证书永不过期哈啊 然后那么我们来看CFA的课程的设置啊 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CFA其实跟我们平常学的课程还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因为他整个课程的设置都是从金融书里面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的啊 所以说他不会去脱离这个时代需要你的东西 也不会去脱离我们一直学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经济学啊 金融啊这些课本里的这一些真正所谓的真正的理论知识啊 只是在那上面会有一些答案会有一些更新罢了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校学生啊 去考这个CFA证还是比较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因为他跟我们学的呃 还是大多数内容都是比较像的 比如说你完完整整读一个大学的finance本科的话 基本上你这些内容都会涉及到一些啊 除了道德啊 还有一些可能这个金融报表分析会更加的这个specific 然后那么我们来看 哦然后我们说一下啊那CFA的这些福利对吧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比如说CFA CFA执政人或者考完三级的可以在上海拿户口啊 然后成都CFA执政人是直接送一趟房啊 然后深圳是免费的这个买房贷款啊 免首付贷款政府还会给你钱啊之类的 然后每个基本上啊现在CFA执政人是走到哪就非常非常吃香啊 根本不会有这个就业的烦恼啊 因为政府直接给你钱了啊 很多政府是鼓励你去他们那啊工作啊 重庆政府我也是啊 这些这个相关福利可以网上自己去查询啊 然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FA三级的三级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一级跟二级还是比较像的 无非是这个深度深度上面会差非常非常多 一级的话他的第一次接触一级我是在2016年啊 2016年的时候我是发现哇这个CFA怎么内容这么广啊 他几乎是好像把我整个本科去学的东西都含在里面了 然后当时我已经在在工作了 然后我发现我CFA学完之后CFA一级学完之后 我整个对于知识结构是非常非常清晰 因为我们大学其实学的都是一门课一门课之间分开来的 呃我甚至不知道就是大关大学学完之后 比如说我接收到一个新的学新的知识 我把它塞进哪一方面的内容 它是宏观呢还是微观 它是呃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它属于基本面那我是放到证券投资这门课里面去呢 还是我把它放到这个金融报表分析这里面去 还是把它放到呃财务比例分析 我不知道我有了这一个知识 呃我把它放到哪一个我的知识结构里去 你考完CFA一级那瞬间什么都清楚了 CFA一级总共是十门课 涵盖了道德啊 呃投资工具还有这个 呃还有这个呃资产管 呃就是资产类别的呃非常细致的一些知识点 然后二级呢呃无非是在此基础上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了解吧 因为考完CFA一级大家对知识结构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二级无非就是把呃内容填进去 把真正的跟工作有关的内容 跟跟这个平常生活中能遇到的内容去去那个放进去 呃然后一级的考试呢 现在改了哈 现在改了是总共是一百 现在是一百八十道题 之前今年改了是一百八十道题 之前是二百四十道题 然后呢呃一级全是选择题 然后呢是单个问题的 二级呢是案例分析 呃会给你一些案例 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案例 然后呢通过真实的案例来让你来回答问题 也是选择题啊 到了三级之后呢内容上也有变化 三级不再涉及投资工具 因为投资工具都是非常非常 在三级的考生眼里都是非常简单了 随便都能掌握了 一个是量化工具 数量工具 就比如说让你算一些这个呃 时间价值啊 限值充值年金啊 这些非常简单 经济学啊 财务报表分析 公司金融 对于三级的考生来说都是太简单了 你的这一块就不用了 不用了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这个portfolio management 真正是让你做一个资产组合 然后这个为呃 这个财务规划 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内容 然后呢三级的所有的内 所有的内容都是一个用essay来写的 没有一道选择题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我就不讲了 大家待会自己来看 看我这个pdf吧 我会共享到群义 就是说一级考试有什么样的内容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通过率 一级的通过率啊 这官方统计的 呃 大概徘徊在40%左右 每年都是啊 那么我们澳洲其实 澳洲的学生 其实考CMV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因为我们没有英语这一关 大部分人 呃 这里面的英语 几乎就是雅思 五分吧 雅思五分的阅读 基本上 看这个呃 看这个题目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因为他不会去像雅思阅读一样 而绕很多弯 基本上两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题目 比如说这里面还有很多 比如说在中国学习的同学考英文 会有很强的不适应 呃 那么这些这样下来的话 综合所有考生大概是百分之 全球好 大概40%的通过率 那么二级也是40%左右 而三级呢 到一个50%左右 啊 所以说三次 一次性 把三级都通过的人 大概是8%的比例 然后呢 他怎么样去算这个分子呢 他不是说我100分里面 考70分就算通过 他不是 呃 他是 他是 我在那一门课里面 呃 不对 是这个 我在这个整个考试中 我选出总分 呃 是 就是 100个人里面 最优秀的那一个人的分 比如说他 呃 所有的考卷是 呃 180分 那么第一名考了160分 那么 我怎么样算通过呢 这160分乘以70% 考了那么多的人 考了那么多分数的人 就算通过 啊 而不是说我100分里面 我就要考70分才算通过 所以说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比如说有一些题啊 真的是做不出来 真的是超纲了 对不对 大家都不会 那也就都不会了啊 所以说 但所以说如果简单的考试 那考的最好的那1%是将近满分的 可能就是要你要考 你要正确70%以上你才能过 对不对 如果是比较难的考试呢 你可能达对60%的题目就过了 然后呢 那么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包括自己训练啊 包括自己平常做题 包括自己被被考啊 都是超过80%的标准去考啊 然后说一下收费啊 收费是呃 这个报名CFA有一个 他的这个叫项目 项目入学费吧 就是说你考这个证 那你先得交一个450的一个注册费 啊 这是注册成为我这个CFA的预备会员的 啊 就是你要来健身的话 你先来先来到会员卡是吧 呃 游泳游健身了解一下 先了解一下 你现在450块钱先进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么你买会员卡 我这边有个优惠 你早点买啊 早点买650美元一次啊 950美元的话 你这往稍微适中一点的时间 那么你最后我快截止的时候 你来买的就是1380 大概是这样一个费用 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就先 那就是这样吧 然后我们看 如果有特定的想要去来问 怎么样去通过CFA考试 或者想报名的 那么我们就咨询小花 好吧 之后我们叫 我跟叫人也会有合作去开设这个CFA的课程 好 好